还不错 可是他就是会这样 你平常有时候我在帮他拉这样 对对对 我平常都会给他拉拉 好 然后下来 然后脚也是一样 脚 脚比较差 脚比较差一点 脚比较差一点 这个就是比较拍的 这个就是比较拍的 你是说 就是我在做这个 哦 为什么呢 我所有的都有在拍耶 这样子很清楚的知道他的进步 他要做些什么动作 对 因为别个人的 就是 我又没有照到你的脸 都不知道是谁在做啊 没关系啊 好嘞 我只是照那个肢体动作而已啊 我像我们一般在治疗室的话 就是不需要 因为他们是怕说 照到其他的病人这样 对 所以我们都会 所以我们都会 每个人都有自己本人的隐私 对 所以 这种东西的话就是 呃 你拍照你也蛮预防 就是说你真的没有找到 想要拍的部分 懂我意思吗 哦 我觉得在这里是相对的来说是简单的 因为没有其他人 别的地方 他们的病患很多 所以我要照的时候 是要很小心的 对 可是在这里相对上是 我觉得像现在我这个 呃 角度是 几乎是没有可能照到别人 对 但是 但是 但是有时候就是说 呃 这个是一种 呃 一个 怎么讲 一个规矩的问题啦 因为有时候 呃 念然确定说 就是说 别人可能敢 会 如果很多人在的话 现在因为没有这个问题 对对对 完全没有 但是 在别的地方照的时候 反而 但是我就是让你 很担心 开始做这个工作之后 你可能 之后就会喜欢做这个工作 我是一直都 做这个的 对 所以就是说 我是希望就是说 你呃 可以尊重一下对其他的 可是现在没有这个问题啦 我的意思是说 我是希望说我在做什么 就是 我不想要就是 有人就是用录影 在录影 这样子 对 懂我意思吗 像我 我的 我的这个 因为我一直都有这照着 对 我是希望是 是 呃 他的这个 附件的进展 对 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得到 对 那我妈妈一直都是非常 进步都是非常的惊人 那我是希望这个 这个过程是可以被看到 对 对 好 但是 但是 就是说 像我说你有事先跟我讲 对 对 然后就是 呃 你拍摄到的范围 你要你如果事先跟我讲 可以 可以 对对对 对 所以我就是想说跟你 去取得你的这个 谅解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像 像我现在 那个 我妈妈那个 从不会讲话 到会讲话 这个 在这个记录上都是很清楚的 从他 嗯 不会 脚没有办法动 然后 到可以站起来 一步一步做了一些什么 哦 护理治疗师帮我们做了一些什么 那我们自己又做了什么 我们都有记录 我们跟他做 附件 他我们一做附件 我就记录 所以我们做了几次 几乎很少没有 所以有做的 都有记录起来 当然有些还是 落实掉了啊 并不是每一次 像我的24小时看护跟他做 就没有 就没有记录 因为 你不可能叫他记录嘛 那 但是 至少我去的时候 看着他做的时候 都有 他在做的时候 就不知道 就没有记录到 这样 所以以我造的部分 每次我有去 他做 我们都给他记录起来 做了哪一些种类 所以就看到他的 所以很多人认为说附件没有用 我 极力的反对这句话 我当时给医院 那个第一次出院的时候 我给医院写了一个感谢状 就说这真是一个奇迹 因为我们进去的时候 医院在急诊室 他们就跟我们说要 要擦鼻胃管 可是经由我们的努力 他第一次的时候 是没有擦鼻胃管 这个是为了他的安全 我们 从5月21号 到8月 到8月 到7月12号 才开始吃鼻胃管 那时候是真的 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 都不行了